大家我是一人 在這邊先祝各位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紅包拿 這幾天比較忙 每天都要半夜拍影片 隔天就要跟一堆叫不出親戚的 隔天就要跟一堆叫不出名字的親戚聚餐 不過有紅包可以拿 雖然這是最後一次 這代表 我老了 今天就不玩遊戲了 我來和大家分享我2022年的收入吧 現在來到這個畫面是我近28天的收入 大概落在500 這個單位是美金 然後這個每千次觀看收益 就是1000次觀看我會賺到多少錢 那這個的話就是1000次觀看我可以賺到2塊美金的廣告費 然後右邊這個是那個 廣告客戶需要付的金額 然後這個才實際上賺的 因為YouTube會抽成嘛 抽30% 然後下面這裡就有個月份的收益 我們可以看顯示更多 可以照時間牌嗎 這樣子 喔有有有有有有 然後 2022年 2022年的1月我只有35美 那個時候我好像還是退遊天天的狀態吧 不過我有拍了一支那個什麼陪晚的影片 從那一支之後後面的收益就越來越高了 2月份的時候賺了78美 3月份的時候 終於破百了116美金 對然後旁邊有那個觀看次數 那對應我賺了多少錢 4月份賺了200美 5月份那時候好像疫情又爆發了吧 所以流量變超級好 然後我也開始正式的回歸天天 收益直接又翻了一倍 變成了475美金 6月份的時候到了600美金 然後7月份的時候 哇再翻一倍 1234美 不過這當中有將近200美金 是我自己出的喔 這個粉絲贊助就是可能 什麼Youtube會員啊 還有那個直播斗內啊 超級留言之類的 然後裡面其中有將近200美 是我自己出過 那時候2萬訂閱有送那個 100份會員有沒有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會員有4個等級 30、75、300跟750嘛 結果他送的只能送75喔 我就只能硬著頭皮 哎呀7500塊刻下去了 然後就請那個葉坤送給我 等於說7500塊 然後被YouTube抽了30% 那社會員我虧了大概2500塊吧 所以實際上7月份也只有1000左右 就是這個 觀賞頁面廣告 這個收錄 再來到了8月份 跟7月份一樣好 因為是暑假期間嘛 940 暑假加疫情 這個直接是一個 YouTube的黃金時期 到了9月份開學了 啊直接砍了一半 剩下557美 然後10月的時候 又低了一點點到541美金 11月份的時候 又好了一點點 572美金 12月份則是545美 接下來就都大概落在500左右 以現在的美金會員來看的話 那就是500x30 大概1萬5左右 1萬5 一個月1萬5 現在基本薪資都2萬6了 哇我去外面當加油站員工 或者是超商店員 好像都比做這個還要賺欸 不過沒關係啦 這畢竟是我自己的興趣 我做的開心 錢拿少一點沒有關係 好啦那這次影片就到這裡啦 有沒有人是本來想做YouTube 但看完我這部影片 直接夢想破滅的 呵呵 我的收入都這麼的不可觀了 可見其他合作夥伴的收入 應該也是差不多的 甚至有的人可能是虧嫌拍片 所以大家不要再覺得 合作夥伴過得很爽 沒有真的沒有 每天在那邊想題材 想到頭 結果流量也很不好 就很影響心情 所以看完影片的各位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讚 我是藝人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